坐吧 公主 在看女泽啊 想必是崇敬 长孙皇后的言行 皇上已经想好了 公主驾往蒙古科尔沁部 婚事就定在明年三月 草长英妃 春河景明 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 我不嫁 即便我真的要嫁 我乃中宫嫡楚 婚嫁大事 岂是你们二人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 自会有皇祖母和皇阿玛皇额娘 向我说 公主说得极是 此事原本不该我二人开口 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 皇后娘娘病弱 无暇顾及公主 皇太后年事已高 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 所以才将此推心致富之事 交于我二人 说来啊 皇上真是心疼 公主是嫡女 所以才选择了 蒙古科尔沁部 最尊贵最至亲的王爷为俄妇 这门亲事啊 果然是门当户对 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 传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 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 这景言才两岁多 要如何出嫁 公主 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 安定四方的后援禁律 满猛联姻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 那又如何 我不喜欢自然不讲 公主想天下之仰 就该为天下清尽心力 更何况这次只是让公主遵循满猛联姻的救赎 父母在不远游 皇阿娘抱病永从夭折 我身为长女理应承欢膝下 洒扫侍奉 以全孝道 公主的这门婚事 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孝道 怎么可能是皇阿娘 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 亲阿哥早上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公主您一个人 若要中宫之位稳弱泰山 就须有强劲的依靠 公主加往克尔沁补便是最好的打算 宪贵妃 何必把这些事情与公主说穿呢 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 本宫要跟她说一说 公主若不明宫中的道理 本宫也得跟公主谜一谜 皇上执掌四方就须安邦定国 皇后娘娘位置中宫就须母于天下 公主是天之娇女就须为大秦尽心尽力 为皇上皇后尽辅佐之责 在这宫里边微微如奴才 尊贵如公主 多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 别无选择 皇后娘 皇后娘 我心已定 只差一道圣旨颁布天下了 皇上的脾气 皇额娘是最知道的 江山为重 她决定了的事就再难转换 哪怕是皇额娘事先备了万一的侥幸 如今也是不能了 可是皇阿玛 还有横体长公主这个妹妹 横体长公主是儿臣的姑姑 还比儿臣大了几岁 为什么皇阿玛 必要选儿臣呢 你皇阿玛 原本也想让横体长公主嫁出去 可若真的要做 无疑是加强了太后 与蒙古各部的联系 皇额娘的意思是 就因为太后的端淑长公主 嫁去了蒙古 所以横体长公主不能再嫁 是 可儿亲补 是我大清最重要的隐亲 是大清安定的后盾 要嫁只能嫁最亲的人 而你若是嫁去蒙古联姨 便是对皇阿娘和傅察氏一族 最大的扶持 所以 真的是儿臣了吗 这是最好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 不能给了太后的女儿 必须要抓在我们的手上 可是皇阿娘 您真的舍得女儿吗 皇阿娘从一出生便知道 自己这个人这一条命 都是属于傅察氏的 像你一出生便是公主 你的一切是属于大清的 作为大清的公主 这是你的职责 也是你最好的贵宿 儿臣明白了 儿臣既然存定了孝心 也是大清和傅察氏的亲王 那么女儿 顺从就是 你死定了 子女儿 与孝心 那么就当人 会难以免为了 子女儿 还要有了 安主 我头一回知道 原来生在帝王家 是如此艰辛 还不如做一个 乡野村夫的女儿 还没了这么多居数 本宫无能 不能保住皇子 以后 复查室的积业和长盛 一般是要靠景色了 娘娘一番苦心 还是不要多死老神了 赶紧歇一歇吧 娘娘 娘娘 林欣 快进来扶娘娘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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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请太医啊 娘娘 走 快扶娘娘到看上